上之天文 下之地理 我是戴立剛 欢迎收看新闻龙卷风 我们注意到现在在中东地区 ISIL他们已经建国了 成立了一个伊斯兰国 但是他们对其中的一些少数民族 像是雅兹敌人 他们就进行了屠杀跟迫害 而现在他们这群雅兹敌人 他们该怎么办呢 他们只能穿越那恐怖的沙漠了 说到这恐怖的死亡沙漠 里面有毒蝎 里面会有吃人的野狗 而这些雅兹敌人 他们该何去何从呢 在今天我们新闻龙卷风里面 就要来深度探讨恐怖的中东 种族屠杀再起 请到几位来宾 资深媒体人江中博 立刚好观众朋友晚安 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黄敬平 立刚好观众晚安 资本家文化社长刘灿荣 立刚好大家好 还有空军气象连队连队长余川新 立刚好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我们注意哦 这雅兹敌人 他们现在受到的是伊斯兰国的迫害 而这ISL 他们最有名的就在于残暴两个字了 而这些被迫害的民族 他们该怎么样横渡那死亡沙漠呢 这个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 现在称为IS 所以以下简称IS 我们知道呢 现在有很多的雅兹敌的这些平民老百姓 被他们这个追杀 为什么说追杀 因为你们画面中可以看到 他们在逃难 逃难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我宗教一定要信你伊斯兰教 然后呢 这个老弱妇孺 妇人为奴 儿童被砍头 所以他们就开始逃 你知道这个 现在看到这个阵仗多少人吗 5到15万人 他们必须穿越了 立刚好所说的沙漠 才有办法到邻国的叙利亚 甚至土耳其 好 那这个沙漠呢 就很恐怖了 因为当他在逃的过程 除了后有 武装分子 我们讲后有追兵 那前有恶劣的沙漠环境 沙漠有多恶劣 立刚 我告诉你哦 伊拉克境内的沙漠 他们有时候夏天 连一次雨都不下 一滴水都没有 因为沙漠啊 非常非常的干燥啊 好 那你知道 光是沙漠地表 沙子的温度 有时候就可以高达 近摄氏100度 这么高温啊 好 然后呢 这100度 这只是你脚下所踩的 可是你想想看 这些人要 徒步去横跃着恐怖的 死亡沙漠 脚下所踩的 那你烈日 你头顶着烈日的温度 则可能高达摄氏38度以上 好了 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了 这就好像说 你去想象 你把一只鸡 放进了烤箱里头 烤箱的温度 大概也就是摄氏100度 它是可以把一只鸡 给烤熟的哦 现在就有很多的妈妈在哭泣 因为他们的小孩跟不上 你知道吗 目前就已经有50个儿童以上 在逃难的时候脱水而死 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死亡行军 讲完了后有追兵 又有恶劣沙漠 其实还有一个沙漠中 有没有致命又危险的生物 有 因为伊拉克的沙漠你看了嘛 不是石头 就是土沙子水草等等 所以呢 不过就花梁一片 看似好像没有任何生物啊 都躲在暗处 这样恶劣的环境 造就了可怕危险的生物 你刚刚开场版有讲到 野狼野狗 还有什么 堵鞋子 好 我跟各位讲 之前在1991年 两这个波湾战争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美军的飞官Michael 他因为被击落 所以跳伞 很不幸的 他就是跳在沙漠里头 最后没找到 因为伊拉克当时媒体就讲 他是被野狗给活活摇死了 好 讲完野狼野狗这个威胁 现在进入重点了 躲在暗处的还有什么 观众朋友看一下 刚刚我们野狼野狗讲了 还有一个叫蛇 一个叫蝎 我们讲蛇蝎啊 蛇是什么蛇 巨鳞蛇 这个巨鳞蛇 它非常恐怖的在于 你一旦被它突袭咬到的时候呢 它里面所分泌的这个 我们讲的一种蛋白酶 它可以让你的血液凝固 突然激化 让你的血液突然变得 好像果冻一般 所以你的意思说 被这条蛇给咬到 一咬到它的毒液 进到你的血液里面 你的血液瞬间就凝固了 是 那就像那个 鸭血 来 我们吃那个鸭血 鸭血它是和盐水混合 一定的比例之够 它才会凝固嘛 但是你想想看 你如果你的血管里面的血液 变成鸭血的话 那岂不是 你就根本完全没有血液 不能流动啦 就像那画面当中 你看 你有没有注意到 现在他们正在做实验 对 就是像这样子 立刚 所以呢 所以我刚刚有讲到 因为它可以击化人 你看 它滴了一滴毒血下去了 你有没有注意到 中博 马上是不是血液就变成 凝固了 对吧 血液马上凝固成这个 像鸭血一样 有凝血霉 好就是这个东西 好可怕的是什么 刚咬一两天你觉得没事 结果两天之后呢 就以我们刚刚的画面来做代表 这就是距离蛇 咬到你之后你的惨况啊 好 再来 讲完了蛇之外 还有一个呢 叫黑肥尾蝎 黑肥尾蝎 它是被称为 沙漠中的蝎中霸王 你看看多大 8到10公分 这么大 你看它后面这个翘这么高 前面的蝎有多大 那个翘啊 翘蝎有多大 那它可怕在哪里呢 就在于 这个黑肥尾蝎 它是全世界注毒量第一的蝎子 就说你现在看到它 如果它咬到了 攻击到 咬到了人 它可以瞬间把它的毒液 灌注在你的身体里头 它是第一名 你看那个分泌 后面那个好可怕 好可怕 再来 它的毒性 则是排名世界第二 然后它可以活15年啊 观众朋友 这一只蝎子可以活15年啊 是啊 这么长命啊 那为什么叫蝎中霸王 我现在有没有 我从左到右 让你看它的体型 巨大又夸张的尾部 然后体表黑色还具有光泽 那前面的那个熬之大道 我觉得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它的霸王本领 好 那它都躲在哪里 树木的底下 岩石 瓦砺墙 然后甚至连废计的旧屋 好 我讲到最后 但是你讲到这些 这些岂不是在沙漠地带 你一定要躲到这些地方来 躲太阳啊 我现在最后讲一句 连美国的阿兵哥 全部都怕 何况是雅智迪 5到15万 无辜的老百姓 雅智迪这些老百姓 他们现在居然要穿越这恐怖的死亡沙漠 看看这沙漠里面 有多少恐怖的生物存在 那这些5万到10万名的这些逃难的难民 他们能够逃得过这些恐怖的杀手吗 但是说到这恐怖的死亡沙漠里面 里面好像有一个万年的遗迹 存在于其中 听说那个万年遗迹当中 有什么呢 有巨人传说 是 立冈 你看那个地方气候环境那么严苛 照想讲那附近应该自古以来 就是没有人的地方 是啊 因为你根本活不下去嘛 可是问题是 最近有人在那边发现了一些东西 发觉那个地方远比我们想象中更神秘 而且在上古时代 它很可能是一个文明会碎的据点 你说一个沙漠会是一个文明会碎据点 我跟你讲 这个是一个很偶然的发现 在2009年的时候 有个加拿大的考古学家 他去探勘什么 去探勘这个叙利亚 这边一个叫圣徒的摩西寺 就是这样一个古老的建筑 这已经很古了 他本来想去说 调查说当地人的居住状况 还有有什么历史遗迹 结果他就在调查的时候 到附近随便看一下 就发觉不对 真正古老的还不是这个东西 旁边有更古老的东西在里头 也就是说除了这个摩西寺之外 还有别的东西 我跟你讲 他那个旁边 他们发现在地下 有很多像石碑 然后石镇 一大堆巨石的东西 人造的东西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他不仅是看起来像人造 他旁边还有留下工具 有工具就证明了 那绝对是人造出来的东西 那问题是他一查这个年代 他们去去查那个考古年代之后 发觉更可怕 怎么说 我们知道埃及最古老的金字塔 目前主流的学派认为 他大概是建于四千五百年前 对 可是你知道这边的东西 是建在多久以前吗 这个 大概也是四五千年吧 他最晚最晚 可能到距今六千年前 最早 可能到一万年前以上 你是说这些东西的建筑 是人类在一万年前建的 对 而且建的目的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他里头一大堆 像车轮一样的东西 然后绵延很长 各种不同的图形 其实他看起来就像什么 就像在远隔上万里的 南美洲 纳兹卡高原上面那个纳兹卡县 所以他跟纳兹卡县 会有一些雷同之处了 很像 你看就像这样子 各种不同的奇迹怪怪的图形 有的原先是像车轮 那不知道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建这东西 不晓得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你知道为什么 几千年来都没有人发现吗 因为你在地面上 你是根本完全看不见他了 因为他图形太巨大了 所以你除非在高空中 所以我身力其境当中的时候 其实我不知道 我是居然在这些图屯的当中 你根本不晓得 所以几千年来 那地方的牧羊人或是居民 根本没有人知道有这个东西 然后一直要到近代 最近我们才偶尔巧合 才发现 你看这个排列多么奇怪 这显然是有意义的 去做出来这样的事情 以这样的推算 一万年前 应该是人类在这新石器时代 才对啊 那怎么会有这样的高度文明存在呢 新石器时代 在我们一般的想象中的话 它只是会用石器而已 拿石头啊 你顶多把一些圆的石头摸成 尖一点点来当武器 或当工具而已 那么巨大的巨石 你要怎么搬运 古人怎么会有这种组织力 跟这些其他的创造力 这根本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但如果你觉得奇怪的地方 只有这一点的话 那还不止哦 我跟你讲 其实2003年 同样在叙利亚的沙漠里头 我们挖出了一块骨头 就这一块 这当初挖出来的时候 只觉得它很大 不晓得是什么东西 这骨头有什么特别 就当时不晓得有什么特别 只知道它一定属于一个 很巨大的生物 它比较大 对 很大 那后来我们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两个好像有点人同之处 你有没有注意到 对 这是后来慢慢去比对比对出来 这是现代骆驼的骨头 这是现代骆驼的骨头 那这是古代我们挖出来的这个骨头 就一比较之后发觉 不好意思 这可能就是现代骆驼的祖先 只是它体型大很多 可是看起来这个骨头的截面积 好像这个快比它 大了三分之一到二 大了快二分之一多 对 我跟你讲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骆驼本来就是很大的动物 可是我们发现这个古代骆驼 超乎想象 你知道它多高吗 多高 它肩膀 就是骆驼的肩膀到地面 大概就有三公尺 也就是说它的肩膀 大概就这么高 我们现在的骆驼 大概也才一公尺左右 一公尺多一点 对 不到两公尺 它这个骆驼的高度 会居然到达三公尺的高度 那三公尺等于是一层楼的高度 它只是在肩膀这边算 如果连它头算上去的话 它大概有四公尺高 四公尺高已经比大象都还高了 别人都大象都还高 对啊 那大家就不明白说 在古代 而且距今的时间大概 这估计距今现在 大概十万年前左右的事情 所以十万年前居然在 叙利亚的沙漠里头 会存在这么巨大的骆驼 那它的生态到底是什么 目前我们一无可知 可是我们至少知道 距今我们不远 其实十万年前不远 人类组线已经开始出现了 已经有这么巨大的骆驼 还生存在那个地方 那更诡异的就是 那个那一带 还不只是这些东西 你知道吗 在2005年 俄罗斯 根据真理报报的 俄罗斯有一个考古小组 也是到了那个 叙利亚西北部那个沙漠里头 那附近的荒原里头去探勘 结果一开始先发现什么 先发现一个超级巨大的脚印 这个脚印非常大 你看这么大一个脚印 很吓人那个脚印 对啊 然后发现这个脚印之后 他们就想 这个脚印到底是人的吗 还是其他野生动物 还是古代什么巨型动物 不晓得 然后他们就在附近 到处搜索 就发现 他那附近的山 山上跟山下 各有一个墓地 那尤其特别是 山下一个墓地 你知道那个 他那个墓碑 光墓碑就高一米八 就比人还高 墓碑就比人还高 对 然后他的 长度你知道多长吗 他的一个长方形的墓穴 大概长十公尺 等一下 墓穴长十公尺 对 那里面是埋了几个人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你有必要做这么大的墓穴吗 如果一个人 长度十公尺 那不得了 真的是巨人 结果他们就去问 当地的居民 当地的居民说什么 根据他们故老相传 其实是很多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七米五高的巨人 从叶门 从阿拉伯南部的叶门 一路到叙利亚 这个地方来 然后在那边 不幸遇害 被人家杀死 被人家杀死之后 人家就帮他挖了 这个十公尺的穴 把这个七米五高的巨人 埋在那边 那这样听起来很诡异 这好像是上古传说 你很难相信 可是早在1950年代 在土耳其 土耳其离叙利亚不远 在土耳其就已经发现过 一个很像是人类 大腿骨的东西 那你知道那个大腿骨多长吗 光说大腿骨就一米二 大腿骨一米二 那已经比我们的 要长得快一倍 比你整只腿都长 对啊 大腿骨一米二 表示那个人 如果照样推算 那个人大概有五米高 那是不是跟那个七米五的 有点接近了呢 所以你把这些所有的增率 如果统合起来的话 加上圣经理头也讲过 抗击戈利亚这种巨人的故事 那是不是在古代的中东 在叙利亚这一代 真的存在什么巨人文明 然后他们创造了 这样一个巨石文化呢 那当然还要等待 进一步的证据才能够确认 在中东真的有这样巨人存在吗 但是看到了这些遗址 你不觉得说有可能呢 可是在现在的这个时候 从卫星空照上面 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东西 但最新的卫星空照 却发现了一件事情 美国有一个神秘的51区 而这个神秘的51区 现在默默的 偷偷的正在扩建当中 为什么要扩建呢 其原因为何呢 难不成是外星人 跟着地球人的交流 越来越频繁 所以神秘的51区 要扩建了 没错在这个 拉斯维加斯北部100多公里 大概在美国内华达州 它这个南方 这个林肯郡的地方 有这个神秘的美国51区 澳洲有一群这个 专门在研究追踪这个 51区最新动态的粉丝 它透过最新的卫星空拍子 我刚刚讲到 很多人都在盯着它动态 它发现了最新的端倪 怎么说 这个端倪就是他们注意到 51区基地 正在神秘的扩建当中 好 这个后来 他们在澳洲新闻 有去报道 这个51区扩建的状况 这个是2007年 51区不断的在扩建 它的一些基础的设施 有一些新的基库也好 新的建筑物的产生 这个箭头所指的方向 是2014年 这一大片 包括这个箭头指的地方 几乎都是51区 新增的一些设备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包括有一个宽 68.5公尺 这么大的一个基库 68.5公尺 怎么那么大的基库 空军基地 一直是美国军方 他们最神秘的地方 你什么东西要放 68.5公尺宽的这个基库 有面宽那么大 你就算一盏 有那么大 所以你看 这个小房子就是基库 其实它的基库很多 有人就在讲说 是不是外星人太多了 来到地球 然后要给他们 停放UFO 甚至干脆盖 外星人的宿舍 所以你增加了 一个新的基库 不管怎么样 因为美国军方 和官方的这个说法 一直让大家觉得 他们始终在说谎 因为他们都没有说明白 美国政府一直以来 不肯承认有 这个51区的存在 可是别忘了 去年8月的时候 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解密了一份 长达355页的 这个机密报告文件里面 在介绍UFO高空侦察机 可以背到 一万八千多公尺的高空 这样一个侦察机的 发展历史 跟51区有关联 也正式几乎承认了 51区有这样一个 神秘基地存在 以前美国政府官方的资料 都看不到 富之觉如 好 表示说以前本来不承认 结果现在公布出来的资料 他们承认有51区 而且美国总统欧巴马 去年在甘乃迪中心的 这个农誉奖颁奖典礼 他公开承认 也证实说有51区 这个基地存在 而且他还开玩笑说 我竟然成为美国历史上 第一个公开谈论 51区基地的总统 研究51区的一些粉丝 去看到这些卫星空拍度 你看这个设施 你觉得它像是什么 像是一个办公室不像 像是一个建筑物 像是一个注射也不像 它是一个三角形 你知道它这个高有多高吗 因为它这个卫星空拍度拍下来 你知道它卫星照 它这个高度去售50几块60公尺 这么高 感觉像一个办公大楼 可是又不像 因为它会有一个轴心 不断的自我旋转 可是在这个荒凉的地方 盖一根这么高的建筑物 有点奇怪 有些人就觉得说 在这个荒凉的地方 这个绕着自我中心旋转 应该该不会是高空雷达 或者是什么 对于什么样的一个 联络的雷达 可是你知道吗 雷达一般都是圆弧形的状 或者是它有一个抖面 它会有一个侧面比较圆形 你它才能接收得到 这个雷达电波面积比较宽广 可是它这个三角形的 这个看起来不像雷达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又不像雷达 又不像建筑物 又不像这个办公室 又不像宿舍 到底这是什么东西 美国它也不 我也去跟你随之起舞 跟你评论 所以美国政府也不堪伤 对 好 除了这个地方之外 也给大家看 像这个地方 本来有一个大机库了 可是在旁边又盖了一个 半圆拱形的这个金属建筑物 然后美国政府说 这是一个新的机库 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要用机库的话 你旁边就可以有一个机库了 美国政府被人家猜说 是不是在发展什么高速的 超高音速的飞行器 像我们昨天讲到HTV-2之类的 或是高性能的战斗机 可是我告诉大家 这个半圆拱形的这个金属的 所谓的他们官方说法的机库 只能停放像无人机大小的 这个飞行器而已 所以这个建筑不大 对 不大 那你干脆放这个你干嘛 而且为什么 既然是机库 你为什么要全部弄一个 半圆拱形金属 难怪 所以一定有用途 有人质疑说这可能会放UFO 也不一定 好 再给大家看一个照片 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2008年 陆陆续续出现的 两张这个电塔 他们的一个电台照 你看1234 总共有四个 它的一个大型的塔台 这是一个新的这个电台设备 你看荧幕上看起来小小一点 可是你再看另外一个 这也是2008年 后来出现了一个 非常大的这个 它的一个电台照 那大家看 这个看起来又像机库 又像电台 他们说是一个电波设备 可是电波设备我回去给大家看原来的那个照片 就是这里 这里 这里 三个都据称是电台 那是什么设备要盖到这么大 你看这个高空拍的这么大的一个51区 幅员这么辽阔 居然会有这么大的建筑物 成了一个三角点在这个地方 你如果说是大型的电台的话 地球上的电台 有这么多的这个电塔 你要什么东西 要巨大到你是跟外星人 还是地外生命 地外生命的这个文明去沟通 否则为什么要盖那么大的设施 所以当美国政府有一套 提出他的一套新的说法的时候 很多人往往不能质疑说 可能你根本就是在掩饰什么真相 许多人现在发现了神秘的51区 有在扩建的工程 但是呢 又说到他跟外星人有画上等号 可是真的跟外星人有画上等号吗 社长 你对外星人的研究也颇有这个经验的 现在神秘51区跟外星人是个等号吗 对 刚才静明特别提到说 神秘51区这个欧巴马去年已经正式公开承认 我们如果看这张照片 在美国通往内华达州的一个公路上 他其实这个公路上的一个标志 你看这边通往51区 旁边有特别发一个外星人的一个影像 很早很多人都指向说 这边是一个有一个51区 神秘的51区存在 而且它的存在 我们没有兴趣 这个51区是美国发展高科技军事工业的一个重镇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想了解是这个51区里面 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存在 或者说所谓的优服存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回到一个地点 一个时间点叫1947 1947我们知道当时有所谓的罗斯威尔事件 那我们知道51区的成立是在1955 经过了大概七年的时间 包括1955除了51区成立以外 包括1955有一个所谓的勒克希德 那个车位工厂 包括美国的U2侦察机 SR71那个黑鸟侦察机 高科技的那种侦察机 都才在这边开始出现 那你看为什么1947以后 有外星人所谓的U5摔下来 1955这个51区就成立了 那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 我今天会特别提出两个人 一个是美国前国防部 前国防部的顾问叫古德 古德先生他当时 接受英国BBC访问的时候 曾经提出来 说其实这个1947 罗斯威尔事件以后 真的有所谓的外星人存在 也有这个所谓优服的存在 那他讲出一个例证 是当时1955有所谓签订一个 叫做爱生好协定 什么叫1952爱生好协定 就是1947罗斯威尔事件之后 所谓存活的外星人跟U5 送到51区里面去研究 研究 所以外星人是到了51区内了 然后1955爱生好 跟外星人这边有签订 所谓的爱生好协定 互相交换利益 外星人要取得什么 地球的生物研究权 包括人类 包括后来我们经常看到说 有雷射光在切割地球上 不明的那个牛啊羊啊之类的 他们要做地球的这种研究 那他们要共议 所以你看就像这样子 你看到没有 对你看那个 事宜的画面 牛被绑架 就这样子被绑架走 这是一个事宜的画面 牛之绑架 对还有包括牛之或者羊之 很明显的那种切割 用雷射光切割的那种痕迹啊 里面的那些 那些器官不见了 那就外星人在研究了 那外星人提供给美国爱生好 他们答应给他们什么东西 就高科技的一种 一种研究武器 飞行器 所以你看他们美国的 这些飞行器会突然之间 那个飞快的速度在进步 22倍因素全部都出来啦 是啊 那你看51区成立以后 美国真的是 高科技的东西 层出不穷嘛 1955的成立 高科技1958NASA成立 你看都是那个短时间里面 一直要进 1960的外星人研究计划 奥兹马计划 出来啦 全部都在那几年 你看历史的走向 跟他所谓1947罗斯后 有事件 其实吻合 跟古德在讲的是吻合呢 另外我特别要提出一个人 叫鲍博纳扎 鲍博纳扎是谁 他是在1988到1989 在哪里 在51区工作的一个物理学家 那这个物理学家 为什么这么重要 他在两年的期间在这边 他其实有提出一个证明 为什么他是在这边的一个物理学家 他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所谓的 这个叫美国的扩脚评单 他当时在1988跟1989 他得到薪资的那个扩脚评单 就是在51区工作了 美国海经情报部发给他呢 那这个人提出一点 他当时进去的时候 其实刚进去工作的时候 他必须做一种叫黑车 什么叫黑车呢 要把那个玻璃窗 光车子进去 玻璃窗要涂成黑色的 你不能看其他的地方 常见对 但他刚好进去以后不久 他被派去研究一个什么 他说他总共有九个机库 刚才静明说 他有很多神秘的机库 他研究其中之一 那个机库里面摆了一架 他原型的幽浮 他讲得非常清楚 你说进货里面有原型幽浮 他负责研究 而且这个是从51区出来的工作人员 他嘴巴里透露出来的 对 他研究这个幽浮里面 他特别提出一个东西 说当时在1988到1989的时候 当时他进去研究这个幽浮 他发掘这个幽浮的燃料系统非常特殊 因为这个燃料系统是所谓的 115号 115元素 什么叫115元素 115元素到2003人类世界 才公布出来的时候 有这种东西 可是那个飞行器就用那种元素了 对 2003研究出来 他接下来1988 其实他就研究说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115 就是他一个很特殊的燃料推进器 115元素 如果你用高速的那个直指去撞击的话 他会略变 略变成那个116元素 116元素就可以产生 因为他很不稳定 而且他像原子核一样会略变 略变又会产生高速的那种推力 跟能量 所以你必须幽浮或者说后来的火箭要升空 离开所谓万有盈利的这种控制 你必须接触这种115元素跟116元素 那他当时就其实也已经提出来 他在研究的时候 这个幽浮里面有500磅这种东西 结果美国都不承认 到2003才承认说他们人类研究出115元素 所以他提出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 结果美国一直在追杀这个人 一直在丑化这个人 说这个人根本没有在这边工作 这个人只是一个照相机店的一个老板 一直讲他 而且后来甚至关了他三年 说他去跟新工作者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往来 关了他三年 结果后来他才提出 刚才我给各位看那个扩脚平单 说他确实在这边证实过 而且他提出这个115元素 果然在2003美国承认有研究出来 2003发现这个115元素 所以他在1988提出的时候 没有人相信 到现在大家相信这样的一个人 有可能他在51区工作的一个经验 神秘的51区 只要美国政府不公布许多的事情 你就不会知道 因为没有正确的答案 但是在契价上面 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可是今天你却注意到一件事情 气象主播居然杠上气象局了 究竟是谁对还是谁错 我们休息一下来揭秘